嗨,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Ansys Frame的车灯模拟的概述的部分 我是江航科技协议技术复理 名字是王夏宇 你们大家可以叫我Rain 那首先进入我大纲的部分 首先我会介绍江航科技工时的简介 那接下来介绍汽车照明的功能 以及技术的趋势 以及车灯模拟分析工具的介绍 那最后我也会再介绍这个 车灯模拟分析应用与范例 江航是提供专业的工程软体工具的代理商 从2007年我们就开始代理PTC设计软体 那后续也陆续代理了全球最大CAE产品 Ansys 甚至后来有代理了HyperMeal 及Winture等软体 那可以提供给客户全方面的工程界解决方案 不论你今天要遇到的情形 状态是从CAD 绘制设计的部分 到模拟分析 甚至是加工 或是PLM 甚至IoT的部分 我们都有包含在里头 我们都有完整的一个工程师 都可以来提供服务 那我们在台北 台中 台南 也都有服务据点 那多年来也不断的成长茁壮 也累积了超过1000家客户以上 那同时我们也对客户有完整的教育训练的规划 那并且协助客户在最短的时间内 学会使用这些工程软体 那辅导客户成功导入各种的产品线 那接下来我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那我学经济的部分 我是在成功大学 航空太空工程研究所 乐兰组这边就读 那本身有15年的 DAE的使用经验 那工作的部分 有带过风扇厂 车灯厂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车灯的类别 那后来有带过系统厂或马达厂 那现在是在加航科技 来服务 那我专职的项目 包含热流模拟的分析 风扇的分析 薄墨产性的分析 或是相应为相应噴嘴的模拟 以及温度的模拟的部分 那软体的经验 也包含了 NCIS Fluent 也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软体 以及工具 甚至也运用了 IcePack的部分 或者是我今天 我们要做一个 几何的处理简化 我们就会用到NCIS Discovery 那汽车照明功能 它的技术趋势是怎样呢 照明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它关系到功能与安全 那它的目的是为了照亮这些道路的空间 或是交通或行人的一个舒适的视野 或是信号或是警告或是汉指示 甚至室内的照明等等 那有的车灯 我们会用来当作是一个造型 或是它的品牌的一个设计 像是汽车的标志 风格或是它品牌的形象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 仍然要符合法定设计的要求 那技术趋势的部分 以前可能会用HID灯泡 例如散气或是乳素灯泡 那当然现在在汽车会比较常运用的 会是LED 然后可能会用单格或是矩阵式 那有的也会在用OLED 或是激光反射 或是投影仪等等 那也会有运用 这些智能的大灯 或是自适应前照灯的系统 那在CFD的运用的部分呢 我们在设计一个灯 设灯的时候 以往可能会经过经验传承 那但是我们这些产品 仍然是需要创新 不论是产品创新 或是工艺创新 或者是要能够通过法规 或是通过保证 那或者是要符合特定的客户的需求 那在这些要求下 我们要怎么运用呢 例如我们可能就会关心到 汽车照明的设计人力 从最一开始的光学设计 或是热跟雾气的一个管理 或是也会有人要考量 热跟震动的一个设计的部分 或是性能的测试 或是严酷的环境的部分 那可能在加工生产的时候 也要考量到模具的设计 那例如我们今天如果是 关心的是热跟雾 雾气的部分 我们可能就会去 应用我们CFD的模拟软体 那向右边 这是一个示意图 这边有一个灯泡 就是我们的车灯 然后后方有通风口 那上方也有通风口的出口 那在这样的一个车灯 这个热传地的过程 它一定都会包含了热传打 热对流 以及热辐射 那在这个照明的过程 也可能会产生雾气的出现 所以储物也会是一个 CFD运用的很大的范畴 像CFD在车灯里面的运用 我们考量到的热分析 会去关心的是材料的选择 热弹性 或是太阳冷的负荷 或是控制器的热可靠行 那或者是蒸汽的部分 我们会考量到冷铃 或是蒸发的反应现象 因为我们ANSYS也提供了全方位的一个产品线 那如果我们要运用我们这些ANSYS的产品 我们可以怎么来运用到我们OVERALL的一个工作流程里呢 我们在设计特灯可能会先用造型设计 接下来考量到光学的设计的部分 那电子就会纳入考量 那这些有考量完成之后 我们可能会进入 绘制头灯的一个CAD的部分 有了这些CAD之后 我们可能会用光学的模拟软体 来去评估我们的照明的情况 或者是电子的一个温度的模拟 会用I-SPEC来模拟 那如果我们要考量到PCB的Layout 我们可能就会用HFS S这套软体来去模拟 那我们将这些模拟出来的结果 运用我们的浮论 来进行一个完整全面的一个温度的模拟 那模拟出来的温度 再进入到我们MACANICAL 来进行一个热变形的一个探讨 那将这个热变形之后 的CAD再回传到SPEARS 来进行我们照明的一个分析 那如果我们设计出来的 或模拟出来的照明结果不符合需求 那我们势必还要再调整 就会回到最开始的源头 来去理清看看 哪一个地方修改了 那我们就可以完成我们的设计 那如果完成设计了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我们 POPAL TYPE可以进行原型打样的部分 那这边刚刚有提到了一些软体 那这边特别再 述述一下我们的这个流程 我们可能会用SPEARS 那将模拟阳光对前照灯的一个影响 那并且为Fluent提供辐射的照射图 或者是我们会用Ansys Ice Pack 来模拟 来针对这些电子元件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建模 并且为这些Fluent提供PCB的一个热导率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Ansys Fluent 对整个前照灯的组件来进行一个建模 并且为MECANICAL来提供这个热场的部分 那进行到Ansys Mechanical 将验证完整的结构的一个分析 来预测这些热变形量会是多少 那最后再运用一下SPEARS 将热变形后的测试 来模拟这个前照灯的一个光学的性能 那我们Ansys的完整全面的一个解决方案呢 可以运用在预先检视设计的部分 或者是我们在哪些工程步骤会需要 在概念设计 产品的详细设计 或优化 甚至故障排除 或是改进设计 都可以运用到CAE的工具 或者是我们今天要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检视 或者是要看到这些流场 这些温度场 我们可以运用这些协议软体 来达到这个可视化 那例如刚刚今天有介绍到的 我们可以来看到Ansys Blunt 我们就是流场的部分 我们要考量到热变形 会用到结构的分析 如果我们要运用I-SPEC 我们就会考量到电池的一个相关的模拟的部分 那我们要考量模拟光学 我们就会用这个 也有包含在我们Ansys的软体里 那我们今天要着重的就是Fluent这个面向 那我们在Fluent面向 下方就是我们在Worben去点开我们的Fluent的工具列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就进行了 集合的准备 网格划分 编辑条件的设定 以及求解 那最后可以得到的模拟结果 来进行后处理的 显示 我们可以针对我们所关心的这些参数 来设定一个参数值 那将这些参数我们都可以变成是用这种最佳化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分析 来找到最适合的数值 那传统的垃圾计 传统的照明的垃圾计 通常例如会运用聚合物 那聚合物会被广泛的运用在制造车灯 那特色就是会优于传统的金属或是玻璃等等 那当然就可以具有更好的审美的选择 或是有更好的空气动力学的一个性能 但这种塑胶或聚合物 它的缺点就是会有较低的热会弹性 那这边调列了一些热的聚合物的一个材料 因为我们通常会考量到设计或是成本的考量 会想要选用不同的热弹性的一个聚合物材料 例如Denker就常会运用PC 或是其他的需求 我们也会选用其他的材料 那热模拟的作用 我们可以准确的预测温度 或者是根据这些耐热性来检查并挑选出适合的材料 那这边有调列了 在不同的零件上 我们会有运用不同的材料 例如Denker 我们通常就会选用耐摩擦或是透明度高的 那在反射镜的部分 我们就会去考量到是要有高耐热性或是高刚性或是高冲击或是方便电度等 来让我们的反射镜能有比较好的反射效果 那下方这个图 它就是在呈现是因为材料选择不正确所造成的损坏 它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温度 或是我们的搜出成型的过程 那装到我们的车子上或是在实验的过程就发现 这样的设计或是材料选择不正确的时候 就会有这样的属坏的现象 接下来进入到模拟的范畴 我们在尾灯的热模拟的部分 上方这是实验的数值 我们关心了两个位置不同的位置 那例如在我们的Bezil上面 它的温度像上方的这个点的位置 它的温度值是162度C 那下方这个位置 它的温度是155.4度C 那如果我们用模拟的方式来去模拟 我们可以看到MP2的这个位置 它的温度是158.5度C MP3 它这个位置 它的温度值是155.2度C 那这是一个尾灯 那 它这个尾灯呢 可以运用在 所谓的行车或刹车 的灯 那它的剖面图 我们借由这些流场的分析 我们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气流 它是怎样的 流动 那如果我们在 针对更多不同的位置 来做一个比较的图表 比较看看模拟值 跟所谓的实验量测值 它们的差距是多少 那我们藉由这样的比较 可以发现 模拟和实验的量测误差 它大约是5度C左右的范围 在这间客户所运用的分析上 它们所观察到的一个结果 那如果是LED灯 这个热模拟的部分 LED灯跟传统灯的一个差异 例如鲁树灯 散气灯等等 LED灯的话 它是具备不同的发光机子 因为LED中 它的可见光不是来自于热辐射 所以LED的能量转换效率 也远高于这些传统的灯泡 那它可见光的不同强度的分布 也会是考量的地方 例如LED的照明强度 是关于给定方向旋转对称的 而部分的LED灯 它可能还会出现 光学聚焦的一个现象 像是脱颖的LED灯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反射镜 它的一个温度模拟的结果 那下方 这是我们的灯泡 应该说我们的灯壳 灯壳的部分 它模拟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观察看看 温度最高值会出现在哪里 那这个温度最高值 会造成我们的灯壳 有什么影响呢 补不符合需求呢 补不符合法规呢 实验能不能通过呢 这些都可以先借由 这样的一个温度模拟 来知道 来预先的猜测与评估 那车灯的模拟 我们通常还是会伴随着 供而热传 并且包含热辐射的模拟 那我们现在可以很方便的运用我们的符润 的网格的一个软体 那并且用我们的随密的CAD 的工作流程 来用在这个具有档板的前照灯 来创建出这个 多面体 加六面体的一个网格的部分 就可以划分出方便我们模拟的一个集合网格 也可以针对不同的零件 来划分出相对应适合的网格 那在热辐射的部分 我们可以结合 蒙蒂卡罗的热辐射模型 来进行供而热传的一个模拟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radiation所产生的影响 在这个大灯 来不同的位置 的一个分布图的现象 以及我们模拟结果之后 我们的温度值的一个分布图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不同零件 它的温度分布的趋势 或者是内部零件 它们有对应出 它们随着这个照明所产生的温度 或者是电子元件 所散发的热量 造成它最后这个零件的温度的结果 那藉由这样的模拟可以知道 这样的温度是不是超过 它这个材料能够承受的范围 接下来进入到 车针冷凝的一个介绍 那我们知道冷凝是从物质 从蒸汽项转换成液体项的一个过程 这是由于蒸汽项里面去除能量而导致的 那当蒸汽暴露于温度低于饱和温度的时候 它的表面就会发生冷凝的现象 那前照灯里面 那前照灯里面它的冷凝物会被弄为缺乏质量和可靠性 所以通常都会使用这些防尘 涂布 或多化镜头上的气流和温度分布 来防止冷凝的出现 例如这边有一个灯 这边有一个车灯 我们就可以来观察 这些冷凝之后的水的单位面积所产生的质量 那这是一个车灯的实际图 那我们在车灯冷凝的过程 冷凝测试可以分为三个步骤 首先是调理期 那时间大概是0到20分钟左右 第二个阶段是冷凝水形成的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冷凝清除的步骤 那如果我们最后看不到冷凝水 或是冷凝水的百分比低于规定值 那就代表测试成功 那我们就可以运用我们ANSYS CFD的软体 来模拟出这个水的时间的变化 那对于这些冷凝现象的一个情形 例如我们可以看到 10分跟20分的时候 然后我们会出现的这些水 那30分跟40分这些水又更明显 变成是冷凝水的出现 那40分到60分钟的时候 我们就会希望这些水渐渐的消失 那最后借由这样的模拟可以观察 看看这样的冷凝测试的一个实验的阶段 那车灯的冷凝与蒸发 通常可以通过三种机制在车灯里面内部发现这些水分 那我们也知道 那灯里起雾的原因 通常是因为空气中的 是因为空气中的灯所冒出来的 它导致空气中的 空气中的水气 在灯里面出现 那导致灯里面出现这些雾 此时水蒸气在起雾的时候 一般是因为空气起雾的原因 那一般空气的正常原因 灯大家都起雾的水气通常不会很多 所以打开大灯15分钟之后 这些水气都会消失 不会继续在大灯里 那如果我们车灯起雾的时候怎么解决 我们通常只要正常使用大灯 那大概会蛮快就消去 但是如果特别严重 可能就会需要打开车灯的防水罩的后盖 来开启大灯 让空气 让这些大灯 在它的 像烤箱的效果一样 来去除这些雾气 那等冷却之后再盖好防水盖 那我们在车灯内部发现的这些水分呢 可能就会是因为 塑胶零件的吸附 或者是水蒸气通过外壳和镜片的一个材料 或者是通过通风系统所转移出来的一个水分的部分 那对于LED灯来说起雾比传统照明还更容易出现 在LED灯中热量主要是传递到灯后甚至外面的一个散热片里面 那大约35%的客户对于LED大灯的特数都是跟大灯起雾有关 像这个灯 然后上面就会有起雾的一个现象出现 我们可以运用 我们CFD的软体来优化排气的位置 那一般前照灯外壳通常会有两个通风口 为了优化它们 我们最重要的方法是找到正确的数量和它的位置 来获得最佳的流量并避免灰尘 那藉由像CFD的模拟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流场的分布 来找到适合的排气的位置 那车灯内的冷凝与蒸发的一个模拟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灯壳上的一个水膜的动画 或者是灯壳上的温度的动画 或者是LED的一个速度扑面的动画 那冷凝与蒸发 主要是因为会跟温度和风量有关 那一般热模拟里面 它避免了减硬力和温度 也可应用于这些分析起雾的可能性 那间隙的厚度 也可能对镜片附近的新鲜空气的流动 有很大的影响 那我们也可以优化这些间隙 来提高储物的性能 最后进入到结论的部分 NSYS提供了很多方法 来应对车灯设计中的挑战 那我们可以知道 LED灯跟传统照明的热模拟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也可以运用NSYS Fulrent 来模拟冷凝跟蒸发的现象 也可以运用CFD来优化排气孔的位置 和车灯内的流场 那以上就是我这个议程的介绍 谢谢